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太廚房 沒錯又是我 你們又見到我了 開始悶了嗎 最近經常見到我 因為有幾個觀眾要求我有時要露一下面見大家 就難為大家了 經常見到我 之後影片就會見不到我 因為我在片頭跟大家打招呼 說幾句話 我就走了 我想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譬如你平時去西餐廳吃東西 譬如一個甜品 或者一碟意粉 平時你在家裡都煮到的 但去擺盤 或者放少少裝飾 那碟菜就立即升價十倍 是甚麼呢 今天香太要跟大家介紹就是這些 譬如這個甜品很簡單 我們加少少裝飾片 就立即這杯甜品感覺上升價十倍 我自己說的 你們不知道是不是覺得不覺得 其實香太最喜歡就是把很簡單的東西裝得好像很厲害 其實這個做法是超簡單 但人們會看到好像很厲害 所以待會你們記得學會在家裡裝飾給你家人看 或者裝飾給你男女朋友看就可以了 之後影片就看不到我 大家不用剪掉影片 OK 好無聊 其實我是早8點前已經弄好這些 因為我放了上IG 之後有些朋友問我其實是甚麼 所以我特意送了小朋友大小幫手上校車 之後就回家弄完給大家 這樣你可以做大塊細塊 待會你就看到怎樣做了 這些是吃得到的 脆薄薄的 這些大塊你可以撕爛去裝飾也可以 你可以整塊放上你那碟菜的也可以 其實是超簡單的 立即不要說那麼多話 看看材料和怎樣做法 沒錯 這裡就是今天所需要的材料有五樣 鹽我就沒有拍到的 待會我們會放下 想將所有材料拌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超簡單超容易 這個麵粉你最好篩一篩 其實如果不篩都沒所謂 所以我們過一過篩 那個餅待會煎出來的那塊色片就會更好看 那我就過了兩三次 就分開兩三碟 或者三四碟 你這些food color在烘焙店買到 或者大型超市 加一點鹽 畫面看到我現在加了鹽 我這次其實是做了四隻顏色 一隻原色 一隻紫色 因為紅加藍 就變了紫 所以我就做多幾隻顏色 這樣就好搭東西給你們 拍給你們看多幾隻顏色 是漂亮不漂亮 你可以去買橙色也可以 其實你可以買黃色 黃加藍又變綠 其實你買多幾隻顏色 黑色也可以 啡色也可以 最重要最重要要提大家的巧門 做這個餅的巧門 最重要是開中火 你不要想著很害怕 又轉小火 又待會又調大火 一直都是中火 all the way 不需要調小一點 又不需要調大一點 一直都是中火 要有耐性 煎一塊大的 可能需要兩分鐘左右 煎到畫面看到 是煎到它的泡泡都收了 就是了 你看到畫面中間的泡泡 它會慢慢收 你要有耐性的慢慢煎 你不要急著調大火 就焦了 這一塊裝飾 之後你就可以 好好味 其實這一隻 你不要以為看它好像 應該沒什麼味道 但它是那些油 用牛油果油 其實你用橄欖油 用葵花籽油 花生油都可以 那你加點水 跟回份量加進去 你大塊 有大塊的時間 小塊就比較快一點煎完 大塊就要多一兩倍的時間 才會煎完 其實你配 譬如你有時候 做完飯糰 或者做一些意大利飯 放一塊上去 做一些雪糕甜品 可以放一些上去 那也可以 那這樣 好像很厲害 是不是 做完 這塊就是紫色的 小塊的時間是快 煎完很多的 但是煎完之後 你就看到整個廚房 就鋪滿油 彈到處都是 你最好去日本城 或者那些吉之島 12元店買的 圍著爐頭的 不要讓它彈到處都是 就是 這個其實煮了都整個小時 我拍片和洗碗 嘗嘗脆不碎才做 嗯 是好吃的 好像薯片一樣 其實可以做甜和鹹 嗯 快學來做吧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香太的分享 記得追蹤香太的Youtube和IG 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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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